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大家好 我是你妈妈喵哥 我们现在很多朋友都装了行车记录仪 而且很多都有停车监控功能 很多朋友担心车子长期停放 我们行车记录仪的停车监控 它会不会拖累我们的电瓶 导致电瓶电链不足 提前报废 今天没有给大家分析一下这个问题 要解决这个问题 首先我们要了解我们的行车记录仪 是通过什么方式取电的 虽然说我们现在很多带停车监控的行车记录仪 本身内部都有一块小电池 但是这个小电池它不足以支撑你长时间的停车监控 尤其是你停车的地方前面还经常有人经过 那么这样的话 你行车记录仪启动监控的时间就会非常长 耗电链也会非常大 自带的电池可能不到一两天就耗电耗没了 这个时候它还想再启动监控的话 就必须要掉用你电瓶里面的电 但是它能不能掉用你电瓶里面的电 这取决于你的取电方式 目前我们行车记录仪常见的取电方式有这么几种 第一种最直接的现在一部分朋友都是用的 就是这种点烟口取电 我们可以看到我现在是处于off状态 就是关闭的停车之后 我的点烟口是没有电的 我现在要把开关打到ACC 也就是通电状态 这个时候可以看到我们车上的所有点烟口 它都通电了 包括我们中控大屏什么的 全部都电起来了 如果你是像这个样子通过点烟口取电的话 那么停车之后不用担心 它会用电瓶里面的电 因为停车之后的点烟口它就断开了 它就没有电出来 所以说你的停车监控功能呢 它就只能够靠行车记录里面自在的电池供电 如果电池没电了 那停车监控自然就失效了 那么第二种取电方式呢 就是我们的键压线取电 而键压线取电呢 它有一般情况下从两个地方取 一个呢就是从这个阅读灯这个地方取 因为我们的行车记录专在我们的档红玻璃前方 离开阅读灯这个地方很近 我现在停车状态下 你看我的阅读灯一开 它就断了 所以阅读灯这个地方那个电啊 它是一个这个于残电状态 就是你的车子停车了 阅读灯这个地方它也是有电的 所以如果从阅读灯取电的话 那么假如你的这个行车记录仪 电池没电了 它就会从这个你的电瓶里面取电 这样的话时间长了 它确实会消耗你电瓶里面的电量 键压线除了从阅读灯取电了 还有不少人选择从这个保险丝盒里面取电 这里面这个取电方式呢 有一部分是属于这个残电 也就是说你停车之后 它也这个通电的 但是有一部分保险师呢 在你停车之后 它是没有电的 所以这要看当时取电的时候 你是取得什么地方的电 如果是取得残电的话 那么它就会耗电瓶里面的电 如果取得不是残电 是ACC的电 它就不会耗负你电瓶里面的电 还有一种取电方式呢 就是这个OBD口取电 现在一部分车子的OBD口了 它是属于残电状态 也就是说你的车子停车之后 你的OBD口它也是通电的 假如说你停车时间长了 你的这个行车记录于电已经耗尽了 那么它就会继续 调用你电瓶里面的电 你的行车记录仪 假如说是插在点烟口上取电的话 那么停车之后 你不用担心 它会继续耗费电瓶里面的电 你也不用把这个口子拔下来 但是如果你是通过建议线 接了这个长电部分 或者说直接接到电瓶上的 停车之后 它会一直耗费你电瓶里面的电链 假如说你这次停车的时间比较长 电瓶又不太好了 而你停车的地方还先对比较安全 不需要这个长期监控的话 建议大家可以直接 把你的行车记录仪 上面的电源线把它拔掉 这样的话 它就不会再耗费你电瓶里面的电量了 如果大家觉得喵哥跟你讲清楚了 给喵哥点个赞 给个关注好不好 谢谢大家